晚上 一会进去 欢迎收看 《妈妈好潇》 小还鸡蛋新观念 妈妈都搞错了 有鸡蛋他是开心放痒 下个鸡蛋一定是最一样 在网路上发现了彩色蛋 那听音乐会影响他的心情 心情会影响他的下蛋就是一样 原色跟音乐价值很有关 那我为了鸡蛋 我还穿这身衣服 像你身上白色的 你这么觉得的衣服 我觉得还是 一般传统的蛋会比较安全 了解 蛋对小孩很重要 好妈妈观念不能搞错 今天请到六位好神妈妈 分享给小孩吃蛋的坚持与撇包 到底鸡蛋有什么妈妈 也不懂的学问 精彩内容马下开始 好了 现在我们今天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大家 蛋都怎么挑 怎么挑 给孩子最营养的蛋 深色土鸡蛋是首选吗 其实我反而是注意 它是不是有鸡 因为我觉得有鸡的那个鸡 它是开心放养的 然后它吃的东西有分别 就像以前我们在喂母乳的时候 医生不是都会建议说 让他心情放轻松 你的母奶就会最营养 像那种放养的有鸡的下的鸡蛋 一定是最营养 我是很幸运 因为我朋友会送我 他自己爸妈养的鸡生的蛋 因为他也是为了爱孙子 才开始养鸡的 他觉得那个是最没有什么抗生素 什么激素 因为他自己养的 然后当他在外面泡 甚至什么秘密想问 就是有鸡蛋土鸡蛋差在哪里 然后大小科好像也有差 对不对 谭老师 其实基本上 这个颜色的 这个跟营养价值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我们被骗钱了 真的吗 深色营养没有比较高 那深色一定是土鸡下的吗 其实不一定 也不是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就说 好像红色的蛋营养价值比较高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过去很多检验 发现它两个蛋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白 这红色是一样 我打个岔一下 所以海盾妈 你们家那只鸡生的蛋是什么颜色的 这有点像深咖啡色 蛋咖啡色不一样 我为了鸡蛋我还穿这身衣服 就想说 有点类似这个颜色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很用心 这种感觉都比较营养 所以其实没有 对不对 像你身上白色的 你说OK 对 OK 所以我是买白色的蛋 对 然后蛋的大小其实是 以前是有一些蛋 它会比较大颗 其实是真的 就是母鸡它的产道松了 所以它的这个生出来蛋比较大颗 这个营养价值呢 还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也是说它比较大颗的话就是比较这个老的女鸡生的 了解 我都是去微风超市买那个 粗软蛋 因为都很小颗 粗软蛋就是它 就是生的第一胎 第一胎 对 很贵喔 数量好少啊 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这种 然后这种人家的这种就对了 就是生的 然后生第一胎的就对了 对 因为它就是都分小小颗的 然后数量也蛮多的 我觉得也不贵 然后又是第一胎生的 一定集聚所有的营养 所以我就买那个给小孩吃 后来我在网络上发现了 彩色蛋 我就是买这个 这台湾的吗 对 是台湾的 台湾的 然后它 我就会把它跟粗软蛋混着 就是给我的小孩吃 那我有查了一下 它这个彩色蛋啊 那时候我要买的时候 它就是听音乐的鸡长大 听音乐长大的鸡 听莫札特的 对 它就是音乐的鸡 你不要听海盾 很开心的鸡 然后呢 它是吃素的 它不吃肉 它不吃昏的 然后它们在喂养的时候 会给它一些海藻啊 绿藻啊 酵素啊 吃不同的 的这些东西 下不同颜色的蛋 如果要花这个钱 我比较会买出软蛋 哎哟 因为其实两个营养价值上 比如说机能蛋 它其实最主要 那个机能的颜色 其实来自于 就是说我饲料的制作过程 对 但你要说 比如说 它会影响到那个 营养密度 或是营养的程度 那个其实没有到那么多 可是它听音乐会影响它的心情 心情会影响它的下满 很累 对 这是在另外一派 就是说我们在有自然医学派 其实动物也有自然医学派 你知道吗 那它们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 这个动物啊 你在养殖过程是非常轻松愉快 包含到它往生的时候 都是一个轻松愉快 真的真的就是往生的时候 也有一些仪式这样子 你会让它轻松愉快 它产生的毒素就会 它的哀怨就不会那么多 我们吃下去心情就比较好 那我觉得如果你会有 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宗教 或是你的信仰 或是你的心灵有愿意接受 我觉得它就非常的适合你这样 那我只能说 营养价值不会误差太大 但是如果说出软蛋 它其实就是因为它刚出生嘛 对不对 是第一次的这样的蛋 那它这样的蛋的 就是说在香港 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大要心吗 蛋里头有大要心的风险 香港其实他们很多年前就有做过 就是蛋里头的大要心 他们就发现出软蛋的大要心会比较少 因为蛋里头的大要心都是环境的关系 就是你活越久 你的那个大要心的量就会越高 那因为出软蛋它就是第一次 所以它的大要心量会比较少 对所以它的这个有害物质会比较少 这样子 了解 那像那种彩色的机能蛋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这些东西吗 其实我会建议有几个人 不要去选这些机能蛋 当然有一些它会含有一些特殊元素 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 那再来是肝脏肾脏有问题的人 那还有小孩子或者是大人 或者是孕妇啦 其实这些是比较敏感的族群 我觉得还是吃一般传统的蛋会比较安全 了解 可是其实我一般人吃到的都比较多的是鸡蛋 丁多鸭蛋 或者是呢佛跳桥里头有鸵蛋 那像鸡蛋鸭蛋鸭蛋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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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或者是之前我有吃到鸵鸟蛋 他们营养会有差吗 热量最低就是同样的重量之下 热量最低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鸡蛋 对 可是相对你要说就是更营养 这样子更热量更好的 其实是这个鸭蛋 对 然后那就这个我们看 就是标红字的都是它的特色 你会发现鸵蛋有没有 它整体还有跟鸭蛋整体 它的营养素其实都是高的 对 很肥耶 它脂肪很高耶 对 它脂肪是很高的 它的蛋黄比例大 对 那我个人会是觉得就是说 不用到误差这么细啦 就是说如果这些都料理上 或是你容易买到 我觉得一般来讲就是鸡蛋 其实它就已经包含了 就是很多的这个全面性营养 对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蛋到底有什么营养 第一个有蛋白质 那蛋白质就是小朋友要长高啊 或者说它这个我们建造修补 长肌肉都会跟蛋白质有相关性 那再来其实我都会把蛋形容 它有点像综合维卡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哦 这个后面有维生素 就是各种维生素B群 那因为其实矿物质啊 铁啊什么这些都有 只是因为表格太长放不下去 那另外它还有两大特色 就是软磷脂 那因为脑部的建造 其实一些神经的传递 其实都跟软磷脂有相关 那我们怀孕的妈妈都会知道软磷脂 就是跟这个我们哺乳有没有 哺乳后唱不唱有关系 还有其实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 三个特点就是 还有一个叫做胆固醇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两岁之前的小朋友 他们的胆固醇是需要 被湿进来的 所以小朋友吃蛋 真的在两岁之前 对他们讲是非常好 就是简单又便宜 营养价值又高 那第三个呢 是它有一种免疫球 它有一种蛋白质的 一个免疫的构造 那这个结构呢 可以刺激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就是说 我们体内的一个免疫反应 所以它会让你有怎么样 比较 我们不能说功能性 我们就是说 比较增强免疫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鸡蛋在营养学里头 其实我们会认为它是 便宜的一个 又营养又健康的好食物 哇塞 好棒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喜欢就让大家坐云霄飞车 所以有白必有黑 必有优必有烈 有健康必有风险 这个我们的风险大师 数学姐 风险大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哎没有 我怕架 其实刚刚讲鸡蛋真的是好东西 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一些 商业的行销手法所欺骗 土鸡的蛋不一定是红壳 红壳不一定营养 甚至有可能更糟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 因为之前在大概八年前 他们当时就有抽测到 就发现妙了 在土鸡的鸡蛋里面找到戴奥西武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为什么土鸡有 我又没有喂它吃 原因是什么 因为的环境背景值里面有 那我们就自己去吃 结果他们都嫁鸣的行销吃废物 买得了 每天出去玩就出去乱吃 这样玩的话 那它其实里面更恐怖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说 天然的痛苦 因为天然没有妥善的做好 它的饲料还有它的环境管控 它其实过去的研究 有显示是更恐怖的 可是第二件事是 你说那不要买土鸡好了 那我买有鸡 有鸡就表示应该都健康了 对不对 在台湾有鸡的鸡蛋有一个陷阱 就是啊 你要仔细看 有时候有鸡子是它的名字 哇 有人 好像花枝炒面 没有花枝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老板娘叫花枝啊 说有鸡鸡蛋 没有是因为我这叫有鸡的鸡蛋 不是 就是有鸡鸡蛋 你要注意看它有没有认证 那它认证其实真的没有很简单 要包括第一个 你的饲料还是有机饲料 那谁会生产 生产有机饲料就已经很少 第二呢 我为了让我的小鸡可以生蛋 然后又不生病 可是我又不用药 我不能用抗生素 所以怎么样维护它们良好的健康 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很难 那如果退而求其次 大家可以找一些 叫做那种 生产铝益的鸡蛋 就是卡尔鞋它有生产铝益 生产铝益好处 它通常有一个QR Code 你看那个QR Code就知道 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 它有喂养过什么 就算它有吃药 它是停药多久 这都可以查得到 至少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健康安全的机枝 我们其实最怕两种蛋 一种就是会感染的蛋 一种就是鬼扯蛋 当然鬼扯蛋很小 那一大事讲刚刚那一大事 不是 它让我们这个避开鬼扯蛋的场上 那这个感染的蛋就是基本上 鸡蛋壳有可能会沾到自己的粪便 里面的沙门氏菌 那这个沙门氏菌对我们大人比较好 因为我们吃了大概要10万只以上 我们才会生病 因为我们胃酸会把沙门氏菌杀死掉 可是小baby他胃酸比较没有那么酸 而且他抵抗力比较差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小孩 我们儿科就常看到小小孩 会有沙门氏菌的感染 那我们大家就会问说 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啊 妈妈可能说没有啊 他就喝奶而已啊 你说你这边有没有打蛋啊 做蛋料理啊 有可能他在打蛋的时候 小孩哭了 手抹一抹 然后就去泡奶 所以宝宝只有喝奶 可是他的沙门氏菌感染 那只是大人的手带给他的 这样子 那会有什么症状出现 是拉肚子吗 就先拉肚子 然后可能会有血便 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会开始发烧 如果再严重一点 这个细菌就会跑到身体里 就变成菌血症 再严重一点就会跑到骨头 跟骨髓 不要再说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女儿有得过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 他好像就是 是不是正常感冒 然后是真的狂拉拉不停 就是其实是蛮危险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 就是紧急 然后没有照顾好的话 其实对于 那时候他可能才一岁多 大概一岁出头而已 但是重点是 伊生也是问我们说 他有没有吃到什么 我们真的是满 就是你知道满脑的问号 可是我们也是想过说 会不会有时候小朋友 捡地上的掉的东西 起来吃 因为有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办法 24小时都叮住它 所以其实得到这个 真的是蛮恐怖的 所以以柔讲 以柔讲的是很多人的 妈妈的第一印象 就是啊 因为他最近还把东西放嘴巴 会不会是因为有东西掉到地上 他会把它捡起来吃 不是 不是 因为消炎湿菌 只要一煮熟就死了 对 所以不可能是餐桌上食物 掉地上捡起来吃得到 不会 一定是从生的食物来 所以一定是生的蛋 生的鸡 有没有剁鸡 剁鸭 你手上粘到 或者是粘板 或者是抹布 或者是 反正一定就是从这边来 不会是熟的食物 也不会是无生物 什么 肯定变化线这些东西 所以以前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之前 有一阵子很鸡车 就是要求说 所有的蛋笼 都应该用纸的盒子来装 就是用一次性的容器来装蛋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风险 因为呢 有时候大家想说 去买散弹比较方便 一次不要买那么多颗 买个五颗 可是有些散弹 你看它装那个篮子 反复使用 所以真的 你就想说 你要不要冒这个风险 你有说 因为我都有洗脆 问的是 因为你搅拌两个时 你是这样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你手已经摸到了 对不对 谁知道待会儿 小孩你要吃这个 我回家都会先洗 不是也是专家教的吗 不是 但你还没有要煮之前 真的不要洗 因为你泡到水 它就很容易坏 因为它是有毛细孔 所以会进去 那如果你买的是散装蛋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就准备一块抹布 拧得很干 就洗干净的抹布 拧得很干 然后去擦掉 这个外面的脏东西 蛋尖朝下放在冰箱 蛋尖朝下放在冰箱 那如果是洗选蛋的话 那就不要洗了 直接放 但是我建议 每一次你要打蛋之前 不管你是洗选非洗选 你还是洗一下 那我遇过一个 就是三门式菌干 是因为他们阿公阿嬷种花 然后就把那个蛋壳打蛋剩下 就放在那个花盆的上面 对啊 就是朋友 然后小孩子就摸到那个蛋壳 结果真的也是三门式菌干 也真的是拉到剑血 还蛮恐怖的 这样听起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恐怖的事情结束 我们在 云霄飞都在往上爬 这些开心的事情 好开心哦 节目好刺激哦 这算是特别的吃法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是 小厨娘 你真的有一些奇怪的料理 要介绍给大家 听说这个日本很流行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很爱吃蛋 那他们就发明一个 冷冻蛋 因为鸡蛋冷冻过后 会产生脱水现象 风味就会更加的醇厚 真的假的 或者是你可以把冷冻蛋切一半 做成两个迷你的小小的荷包蛋 然后就可以 用来带便当 好可爱哦 你就把它冷冻之后 把它 对切 对切 然后下去煎 就是你把冷冻鸡蛋拿出来 然后你再放在水龙头底下 这样一拧 它的壳就会掉 它里面有点像荔枝的透明感 然后你就把它对切 这个还蛮厉害的 是不是很像 食物模型的假蛋 对啊 真的 而且小小的好可爱哦 是吗 看在小孩的汉堡里面 对 我做寿喜烧的时候啊 牛肉寿喜烧 就勤俭的主妇会 就是想说牛肉不要放太多 我就给我老公两片牛肉 他就觉得我很小气 所以我就想说 好把冷冻蛋直接包在肉片里 然后他就觉得 哇很有分量感 而且感觉是很用心做的料理 这样 然后他咬下去 里面又有这个半熟 就有蛋黄 对 然后就吃下去 口感超有层次的 好懂哦 不过大家一定很好奇 冷冻蛋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看 好冰哦 他说扭一扭 这刚刚真的从冷冻裤拿出来了 对 可能就是在 来看看是不是像荔枝一样 对 如果在水龙头底下 就是5秒钟 它就会瞬间松开 水龙头是 好 我看里面长这样 真的很像荔枝 很想咬一口 对 但不行 生的 因为它是生的 对 它是生的 大概这样 所以说风味会比较好 然后也可以分成两个这样子 然后还有比较好的料理 要包东西的话 哇塞 日本人真的好会想哦 好 至于紧接着 再来看看蛋有什么要注意的 好 要吃多少蛋的问题 为了健康 一天只能给孩子吃一颗蛋 问号 我知道是因为我小朋友 他们先天上就是没有什么代谢的疾病 而且他们也不会对蛋白过敏 所以其实我们家的小朋友也非常的爱吃鸡蛋 我也觉得鸡蛋就是真的很方便料理又快速 可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担心 到底我会不会给他们吃太多 因为我大概一天 至少会有两餐以上是会给他们鸡蛋的 因为学校可能有时候也会有单料理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听到说 蛤 你家的小孩子一天至少都会吃到两颗或是三颗以上 那这样不会胆固醇过高吗 他说大人一天吃一颗都担心了 何况是你小朋友一天最少还三颗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好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都不知道到底不OK 可是我的小孩都是也是吃这么多 因为像其实我家长辈有时候看到我为他们吃饭一天下来 就说哇你一天给他吃两颗蛋以上会不会太多 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他们说小孩子还在成长 他根本没有什么胆固醇过高的问题 又不是老人家 他能够吸收多少就是会吸收很多 根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蛋一颗 就是比较大颗的size 然后他的热量是80卡 然后他的确就是我们有胆固醇 然后我们看一下饱和脂肪 我旁边放了一个奶茶 这个奶茶我为什么要特别放 因为其实要跟大家讲 现在对于胆固醇会增加 我们不再认为跟胆固醇有关 体内的胆固醇 不会跟食物中的胆固醇完全是正相关 但它跟什么东西会有相关 跟饱和脂肪 那你看我们早上如果孩子每天早上 或是我们成年人 就是大家都喝寒糖饮料 你只要多一杯这个奶茶 其实奶茶里头没有胆固醇 然后它饱和脂肪 明显比蛋一定会来得多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女生 你也没有特别爱吃蛋 但是她每一天都会有一杯饮料 或者是奶茶类 其实它的胆固醇 反而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反而会增加 所以不用去担心 就是说我吃了蛋 胆固醇会增加这件事情 我们反而要去担心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会吃到一些饼干 可能里头的饱和脂肪太高 那再来我们可以考量的就是 蛋你用什么油炒 比如说像我们要吃omelet好了 omelet里头的蛋一定都是用奶油炒 然后再来它要好吃 最后都会加很多的起司 那这两个东西都是饱和脂肪高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蛋 单纯就用蒸蛋 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油 对那你这个能够饱和 就是坏的胆固醇会增加吗 不会 对 所以给大家分辨 那另外就是到底要吃几颗蛋 很多人的疑惑这样子 如果假设 因为蛋是属于蛋白质类 蛋白质类分 就是豆腐豆干也是蛋白质 鱼也是蛋白质 猪肉牛肉也是蛋白质 如果在什么都没有的蛋白质 就只有鸡蛋 比如说很穷的地方好了 假设它就有鸡蛋 它就是一天吃个十颗的蛋 当作它所有的蛋白质来源 可以 但是如果像我们现在 还算是富裕的国家 我们有这么多多元化的食物 我们就会鼓励要吃不同的蛋白质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蛋黄里头有铁对不对 它有很多的矿物质 但是你知道牛肉里头的铁的吸收率 会比蛋黄来得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补铁这件事情 你要吃蛋黄还是要吃牛肉 要吃牛肉 那再来就是 如果我们要吃豆腐豆干里头的这些大豆翼黄铜 那它的特色 当然对小朋友感觉没有直接相关 感觉小朋友不需要 但是我们还是得说 就是说不同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不同的营养素 那你知道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吃这个蛋多了 他其他吃不下 那如果说我们去搭配着 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 比如说像我们的蛋炒豆腐 两种搭配这样的方式 或者说蛋里头蒸海鲜 就是蒸蛤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去特别担心他吃几颗 而是应该去想想看 有没有在平均吃别的 或是他吃了蛋以后 因为他可能其他就吃不下了 这样就不够平均 海盾妈呢 人家变出了冷冻蛋 你 哎呦 我就是 因为我自己有那个胆固醇有点偏高啦 所以我可能错过来了蛋 因为我自己就会避开蛋黄不吃 我只吃蛋白 那小孩 小孩我就没有去限制他吃多少 就是他喜欢 尤其那我婆婆会煮那个卤蛋啊 有点味道小朋友喜欢 他就会 一次他可以吃两颗 我不会限制他 比如说我会吃四颗蛋 早上如果想吃菜 四颗蛋黄会有一颗蛋黄 然后剩下都是吃蛋白 那你会觉得 这样子会比四颗蛋白蛋黄一起吃好吗 你说四颗蛋以后 蛋白加蛋黄当早餐吃 假设四八三十二 我们就三百二十卡 算是比较大的蛋 跟一个这个波罗面包 波罗面包大概也都是三百多到四百卡 我跟你讲 谁的胆固醇会上升 波罗面包 所以真的 如果是今天我们总热量 大家数学不好 但至少我们小孩没有肥胖问题 我们真的不用管他吃多少的热量 反正健康就吃的话 没有必要限制吃几颗蛋 说到小孩 我们也想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蛋白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四个月 那么早 就是 当然不是说四个月给他吃全蛋 就是说至少要粘过 很多人都很害怕 先蛋黄再蛋白 随便都好 但是至少 你就是四个月左右 就开始给小孩子碰这个鸡蛋 为什么 因为他会发现澳洲的小朋友 如果他四个月就吃过鸡蛋 他的对鸡蛋的过敏的几率是1 假设是1的话 那么七个月才吃 他的几率就会变成1.3倍 如果是十个月才碰的话 就变1.6倍 拖拖拖拖到一岁 很多人都说 过敏食物一岁以后再吃好了 鸡蛋一岁之后再吃 一岁以后才吃鸡蛋 你对鸡蛋的过敏几率 会增加3.4倍 这个也是打破我们以前的迷思 你现在会变成 过敏源的东西少碰为主 怎么知道其实四个月就要开始 所以少量多样化 所以其中少量这件事情 就包括鸡蛋 所以就沾一点 还给他吃一口这样子 那其实时间点来看 或是从量来看 建议小朋友怎么吃 大人也就算 时间点我觉得不用特意 就照着你三餐走 就是你觉得哪一餐 我觉得早餐应该都是大家最方便 对 然后中餐就是看学校有没有公益 那晚餐我觉得回家煮一个炒蛋 或是一个蛋花烫 其实真的比较快 而且好方便 对 就是真的方便 那我觉得这个原则大概给大家参考 就是大概在小学六年级之前 就是从零岁到小学六年级之前 一天他们大概需要 可能就是差不多三到八份的蛋白质 那一份的蛋白质 就大概像我的三根手指头 叫做一份 那小孩子呢 比如说三岁的小孩 他三份 如果你三份全部都是三颗蛋 那你说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就是回来刚才他就不够多氧化 对 那如果说那假设这个十二岁的小孩 就是六年级的孩子 他一天可能是八份蛋白质 但是他今天吃了十二份的蛋白质 是不是有点超过 超过了 超过之后呢 因为蛋白质也会刺激我们的性荷尔蒙 比较提早 性成熟 所以就是说他过量也不适合 但是他没有一个绝对值 没有绝对值 所以要一颗两颗三颗 只是我们会简单的建议就是说 你就一颗或两个 最多两颗 其他可以多吃其他的不同 就是摄取其他不同的蛋白质 这样 其实呢 总体而言啊 就是不要有太过量的蛋白质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我哪有吃到 我就觉得没有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呢 有些你没有看到蛋的本人 但他其实里面有蛋 比如说呢 以前只要起流感期间 都会跟大家说 哎呀你要知道 提拉米苏里面有蛋 对 而且他还是生的 没有看到蛋本人没错 那比如说呢 你喜欢用的酱料 像美乃滋里面有蛋 对对对对 因为你也没看到它 那比如说我们最常出现 沙芒丝菌感染的 就是刚刚那种 像这种 有些人的沙茶酱的沾酱 它没有蛋 生蛋 有加生蛋 对 然后其实呢 一般其他像什么 大家都已经知道 有一些果汁里面 反正有月见智头的 里面也有蛋 不了解 对所以酱料类的 有些你说那没有啊 可是其他什么 其笔或什么其他的沙拉酱 它其实有些 你没有写 可是你仔细看 里面都可能有蛋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是 仔细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仔细知道我吃的东西里面有什么 然后你才可以计算说 自己今天到底有没有过量 虽然蛋非常好吃 可是妈妈有时候困疗 就是那个前驴技穷 蒸蛋炒蛋 然后就哎糟糕 下一个蛋要怎么弄 所以我们今天蛋料理有什么地雷呢 嗯 要吸收完整鸡蛋营养 该做成蒸蛋是不是比较好呢 通常我觉得还蛮容易做蒸蛋的 对不对 蒸蛋蛮容易做的 但是呢我都会加料 因为我就是觉得只有加水下去的蒸蛋 我觉得太无聊了 都一定会再加一些海鲜类的啊 例如蛤蜊啊或是虾肉啊 然后还会弄那个柴鱼高汤下去弄 哦好像这种料理那种 但是这个实在太费工了 所以我没有那么常弄 我就是会用方便 然后营养又快速的 我就可能只是用水煮蛋或是煎蛋 那水煮蛋我可能一早起来就煮一锅放着 然后呢小朋友啊 就看他们当天的那个胃口 还有他们的兴趣 假设小朋友当天起来 看到水煮蛋他吃得下去就OK 可是有时候他们就是闹脾气 就不想吃 那我就好吧 我就把那水煮蛋把它弄碎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玉米罐头的玉米粒 因为那个很甜 小朋友很爱吃 然后我就再加一点橄榄油 然后七味粉把它搅和 变成玉米淡沙拉 好厉害哦 他们有时候不爱吃水煮蛋 只是因为蛋黄干干的 然后把它拌一拌变得比较湿润 以后他们都吃得非常快 其实我刚刚听到吴宝妈讲那个 我就觉得好羡慕 因为她小孩愿意吃茶碗蒸 我觉得茶碗蒸那一碗 就是感觉很丰富的 对啊 肉啊什么配料都直接加进去 然后你吃一碗就饱了 就营养 可是 不论是 没有没有 月来猫你不要有这个不食的幻想 真的吗 小朋友吃茶碗蒸 把不喜欢的料 突然推出 放在他 而且他自己还是那样 可是月来很奇怪的是 他属于那种非常不挑食的小孩 他连青菜 他都可以满满吃一大碗的那种小孩 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样哦 可是他不知道是遗传爸爸还是怎么样 他们两个只要一闻到蒸蛋的味道就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真的 所以他不能吃蒸蛋 那我想说 可是他对于别的料理蛋的方式 他又可以接受 我想说那好吧 那就不要逼他接受 他只要能够吃到蛋的营养就好 所以我就变换什么早餐 就是什么炒蛋啊 或者是蛋饼加蛋啊 九层塔蛋啊 他只要愿意吃的话 只要有吃到那个营养 我就觉得OK 我是就是其实什么蛋料理我都OK 什么水煮蛋 蒸蛋 炒蛋 如果炒蛋的话 我会选比较好一点的油 因为他油会需要好一点 比较多 那我自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沙门氏菌 我自己就有得过 就是很严重 我觉得大人都已经这样子了 我不晓得小孩会怎么样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不能让小孩 吃到半生不熟的蛋 因为有些其实像刚刚有说嘛 什么沙拉酱啊 有些烘焙甜点 其实都有一些 这种蒸蛋或者是半熟的 对 但是海盾妈很会做料理 所以我们请她示范一下下 蛋来做的料理 好吗 好 好我们的料理达人 要来为大家示范的饭团叫做 小金饭团 好可爱喔 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因为海盾啊 他对于那种蛋黄就是干干他不喜欢 因为吞不太下去了 所以就要变化 然后这个很简单 你只要准备白饭 然后蛋黄 那装饰的话就是用海苔 番茄酱跟那个玉米粒就可以了 好我示范喔 其实可能不用三分钟 好就是白饭 然后呢蛋黄 你看是要一颗还是两颗 因为今天饭比较多一点我就用两颗 然后你就把它捣碎 和在一起 然后把对把蛋黄跟白饭和在一起 这样子你那个白饭呢就变成黄色的饭了 其实我常常做就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啊什么的 就是用那种天然的食材就可以做出不同颜色的饭团 这个真的很像小鸡那个黄毛鸭头的感觉 对啊 颜色好好看喔 对啊 很漂亮 它很一样 然后呢就准备一个那个保鲜膜 然后就把你适量的饭放到保鲜膜上 为什么感觉好像快好了 对啊其实很快 我就说三分钟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四个角这样折起来 有点像在包馒头一样 然后转一转 做饭团 对 这个怡柔的老公最厉害了 对 很快做知识 用这样子就这样把它卷成一个可圆的 它就是一个小鸡 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可以稍微再用手整一下 看你想要它什么形状这样子 就是有点椭圆形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就用那个海苔来装饰它 那我先放它的眼睛喔 你用剪刀剪海苔啊 对啊很简单 我发现做饭团可能 做那个球很简单 剪这个应该会剪到妈妈虎 其实那个现在有那种就是便当的那种直接一压就有了 对对对 这个也很方便 而且小朋友看到这颗柔爱的 剪一只脚耶 我的妈呀 对 这是它的脚 这也太漂亮了 而且当然这里是用那个工具这样子一夹就有了 一压就有了 对 然后呢用两颗玉米当作它的嘴巴 好可爱喔 真的是它的嘴巴耶 对啊 对啊 好可爱喔 好然后呢再用番茄酱 这个是多余的 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可爱 要梦幻 就是做它的腮红 你真的很上女心耶 那小朋友一定好爱的啊 真的 小朋友看到就吞下去一颗 对啊 就点在它的旁边就可以了 好可爱喔 不是你有个黄罐还没加吗 不是这个是我的黄罐 还有这里 把它放在它的 其实也可以做它的那个 刘海好了啦 哦 刘海 好 就这样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小鸡蛋的啊 吃口吃口 OK吗 你人好好喔 谢谢你 好可爱喔 豆豪好香喔 而且这样吃起来也有饱足感吧 如果喜欢可以另外撒一点点盐 但是我想说小朋友都不要乱加东西 而且其实你的 番茄酱跟玉米 吃到会有惊喜感 对啊 因为都会有汁的感情 玉米 都在你嘴巴里啊 我就粘一口而已啊 好好吃喔 其实除了这种很特别的 这个料理蛋之外 其实很多妈妈也很担心说 像皮蛋啊 咸蛋这种 可不可以用 对 不是天然的蛋 可不可以 比如说 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皮蛋我自己会用 那我用的方式 比如说我就会选那个 没有签加工的 那比如说像线菜 红线菜 大家有吃过 那红线菜它其实有点色色的 所以那我们家小朋友没有那么爱 可是如果我今天用皮蛋炒红线菜 他们都吃 那你说要加不加 加嘛 有什么关系 再来苦瓜 我们家小朋友也不爱吃苦瓜 可是苦瓜炒咸蛋 好好吃喔 那为什么不给他那吃啊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我会考量到 比如说像这个咸蛋 它毕竟比较咸 它用了一颗对孩子来讲 相对它今天 盐份的摄取量真的会变高 所以它不是一个 我们家很常态出来的东西 对 但是我不会去说不可以这样子 那很多做法 煮蛋 蒸蛋 炒蛋 他们的营养会受影响吗 蒸蛋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吸收率 它会随着你的加热时间 就会吸收率掉到 譬如说90啊 80 会跟硬度都会有相关 那除了这个烹饪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因为蛋里头有胆固醇 蒸的烹调方式 跟微波的烹调方式 他们会发现 微波的烹调方式会产生所谓的 氧化的胆固醇就会更多了 对 那这个相对就是你很在乎 那个胆固醇影响到数据的状态 那我就会建议选择蒸蛋 可是你看就营养成分的吸收率 不是只有蛋的吸收率 是整体这个 它里头的各种吸收率 它反而是像刚才的九层塔炒蛋 番茄炒蛋为什么加了一点油 它里头的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 像维生素A 这种反而吸收率会增加 对 所以就是各种方式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要去在乎 一点的20%的吸收率 因为那个吸收率听起来很大 但是其实它一颗蛋也才7公克 20%也没有多少 你随便等一下旁边多吃一块肉 其实你就补回来的那个20%了吧 对 所以不要去太担心 对 有没有什么吃蛋的方法是最不建议的 蛋下去炸的 或是湖南蛋那种 其实还有一种会隐藏性的 叫做蛋酥 大家吃那个 那个白菜卤好好吃哦 对 它其实真的就是就蛋的蛋白质吸收率 它真的非常的不好 因为它真的是已经炸到 已经就是老化了 所以它会存在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白菜卤里头 或者说像那个 那什么春卷里头 就这种里头也会有这样子 了解 如果是茶叶蛋呢 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在 就蛮常吃到茶叶蛋 它其实茶叶蛋就跟卤蛋是一样的 对 就是说它相对吸收率会比 蒸蛋来的少这样子 可是之前有个新闻 我有点害怕 因为刚才吃茶叶蛋 她说茶叶蛋的茶碱会致癌 应该是 她说蛋跟茶叶加起来会致癌 真的啦 谭老师 真的假的 新闻有播 我妈还打开到这我说 新闻你不要吃多茶叶 吃多了 因为你一天都吃到四颗 真的有点害多了 真的新闻还特别做这一条 其实现在的茶叶蛋 你的妇女啊 都被医生告解说 哇 要吃得很营养 然后呢 要多吃肉 孩子才会长肉 真的是这样吗 吃有什么不够 应该没有医生会叫你多吃肉 跟你讲说 就正常的吃就好了 因为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 会想东想西 会怕说 吃这个是不是对孩子会不好影响 是不是应该吃素比较健康 好吗 那其实不是 就均衡的吃 那每一种肉都各有特色 所以你就都吃吧 肌肉是最安全 也是最好吸收的蛋白质 那鱼 这很重要 因为里面有Omega 3 所以宝宝的大脑也好 然后对你的情绪也好 然后还可以让你认诚的这个风险 稍微降低一些 对不对 那什么牛啊 羊啊 除了大概都类似 它提供你好的铁质啊 然后这个宝宝的这个铁 就靠你现在吃的来储存 那出镇以后就知道靠自己了 所以有人让你这个时候吃进去铁质 还有辛的微量元素辛 还有维他命B12 其实对孩子的这个神经发展都很棒 蛋呢 它也是蛋白的来源之一 蛋就更棒了 当然就是不要吃生蛋之外 其实蛋的话 它里面的营养素就非常的完整 那量都不多 所以热量也不会太高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我就想吃扎实的东西 我就怕我太胖 这时候鸡蛋可能就派上用餐了 有 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 Eason也就说多吃鸡蛋 然后吃瘦肉 然后只能吃牛腱 就是短口 其实现在的茶叶 当然很多是不是用茶叶 它是用香料的那个味道 它是取它的那个香味 那当然茶里面有一些柔成 它是说会跟蛋白质结 其实很多这个蛋的这个网路谣言 几乎都是假的 像之前很多人问我说 煎蛋煮蛋不可以加盐巴 又会产生什么绿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这样吃什么 就这样问 那我就说那你加什么呢 你不加盐巴 那你加什么 他说他加酱油 其实酱油第二个成分 还是一样 对 其实这是网路谣言 它没有 还有很多人就之前就说 蛋黄上面灰灰绿绿的 是有毒中金属 其实也不是 那就是铁 对 就是硫化铁 其实这个很多的谣言 但是基本上这都是谣言 那如果拿蛋跟香肠那些一起吃是OK的吗 那当然就比较不OK 因为我们知道香肠有这个亚硝酸盐 那蛋的刺激胺两个加在一起 其实很容易就是有这个亚硝酸的问题 所以当然不建议这两个一起吃啊 了解 但是呢 谭老师呢 说不只厉害 做更厉害 每次做东西都好好吃 我们来看谭老师示范 营养又快速的早餐蛋料理 你 谭老师呢 要来示范我们营养又快速的早餐蛋料理 但是谭老师 那是不是你家有配极制度 像不像没有配极制度 我们都去楼下买那个火腿蛋或培根蛋 是不是也是很OK 其实我比较不建议买这个火腿蛋 就像刚才讲的这个香肠 那火腿一样 它红色的加工肉品 它有这个亚酵酸盐 那培根也是一样 那蛋是刺激 其实两个不要再一起吃 对 所以我们家小孩的早餐都是自己做 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假日在吃 平常我就是一个白煮蛋给小孩 那假日的话 我就会变化一下 那我有这个酪梨 它是比较一个简单的 帮我们示范一下酪梨要怎么弄 好 它从中间 我就是选好之后 你就从中间就划一刀 是 对 洗干净之后你就划一刀 很简单的 然后你就把它转一下 它就开了 很强 对 它就开了 然后这个你就选 你这个纸籍也很简单 你就稍微给它剁一下 然后你就是给它卡紧 因为今天我这个比较深 它就下来了 然后就整颗下来了 那很简单 我们今天做的蛋就是准备一个 我大概用的蛋是比较小颗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把蛋洗过打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 你就看你需要吃的这个酪梨的量 我通常会挖一点这些肉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拿来做别的东西 可以做沙沙酱等等的 都可以 所以我不会放太多 那就放一些进来 那我就加入蛋 把这个蛋放进来 才可以放进来 那很简单 你就是可以放到你需要的量 那我不会让孩子只吃这个蛋白质或这些 我一定会加一些有纤维的东西 所以我就撒一些玉米跟毛豆 那你如果觉得你喜欢吃比较这个安全 你就可以先烫过 那我都会习惯烫过 然后我就会进去烤 进去烤 对 进去烤箱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去 然后就是把它放到烤箱 那大概烤的 其实就看你喜欢的熟度 那我会让它全熟 那它会有点白白的时候 对 我们就把它烤一下 然后烤完之后呢 你就再撒一点调味粉 我大概会用一些黑胡椒或者是盐 那最后 我大概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候 它已经变白 我就撒点樱花虾在上面 让它也再烤一下 我发现你很喜欢樱花虾 因为高盖 而且这个香味也蛮好的 是 对 然后呢 烤一下之后 烤起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哎呦 对 很漂亮耶 它的质感吃起来还会是 是松松软软的 我说酪梨的部分 会 而且它的蛋黄不会 就是不会太干 对 因为它有油脂 所以你吃起来 它就会觉得是比较湿润的感觉 超好吃的 很好吃耶 真的超好吃的 蛋黄不会干涩 而且它的酪梨啊 其实很软 你看我咬下去 还有齿痕的硬 是很OK的 其实我补充了一下 因为刚好我们一直在说 到底蛋怎么样的烹调方式 会不会影响 它的营养价值有 我想到一个非常要提醒大家 其实生蛋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这个沙门氏菌 它其实非常影响它的营养价值 因为其实生蛋里头有一个 就是竹子维生素B5的吸收 就是一个生物素 那生物素呢 它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掉发 凸发 皮肤发炎 然后指甲损毁 心情 屋组 这些都有相关 然后它就发现 如果你长期用生蛋白 去喂养的这个大老鼠 就发现它们会体重下降 营养不良 甚至还会有糖尿病 还有拉肚子 所以生蛋其实不适合吃的原因 不是只有这个食物中毒的风险 其实包含营养价值 也会大大的影响 整个身体的代谢这样 你刚刚只讲到体重减轻的时候 心灵眼睛一亮 我看到你的表情在变化 就能问现在是要先吃三门四菌 还是要先吃鸡蛋 都不可以好不好 接下来帮我们做一下总结 就是关于今天的蛋料理 还有小朋友吃蛋要注意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小朋友吃蛋 就开心地吃 妈妈发挥创意 各种不同的蛋的料理 其实对孩子来讲 只要不是生的 应该都是安全而且营养的 那如果说一天吃太多太单调 你可以搭配其他的蛋白质 不要锁定只有在蛋这个食品上面 那最后就是 反不存其实不用太担心 好嘞 放轻松吃但是很好的料理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记得到我们刚刚好 这本事来说我们中午都跟大家 拜拜 我不懂 人家说小孩子 的确是像火球一样身体很热 可是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开冷气了 可是他只要睡觉 没到一个小时 他整个头是冒汗的 这样子后面有问题 流汗跟冷热无关 手脚冰冷跟流汗 其实跟他的 交感神经还不是很成熟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在熟睡的时候 他就会出汗 那这个其实长大以后就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到长大都还是这样 就是熟睡就会冒汗 那爱妞也不管小孩子特别明显 那网路上就有些谣言说什么啊 是不是小孩缺钙啊 是不是什么缺心啊 体质太虚 其实都不是 就是了解他只是一个发展 还不是很成熟的一个过程 那只是妈妈看了 就是觉得说 哎哟这样湿大大就不好睡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疑虑 你就让他多垫几条干毛巾 可以在头的附近 因为小孩子其实也不见得会睡在枕头上 对他整容都 有的就稍微铺 稍微钟情大型的毛巾 就不用打扰 因为有些人就把小孩叫起来 然后又换衣服 就把小孩抄袭 其实那不是病 其实你不理他也没关系 更何况 谁说着凉会感冒 其实着凉跟感冒 也没有什么之类的关系 我懂我学会了 感冒是因为有病毒 可能在附近 也可能潜藏在身体里面 其实那时候你明明就 还在攻击 叫我钟律师 谢谢